历经15年重建阿里山林铁福森号全新快木列车在28号正式起航了 沿途还特别停留秘境多灵站 典雅造型更提供了各式在地茶点等等 让铁道迷们相当的期待 典雅竞争音乐响起列车福森号缓缓停住 在轨道上大片快木车厢黑色窗框及红色线条点缀 散发浓浓天然红块香气 走进车厢古典小壁灯与弧形天花板交织出 复古温润的典雅氛围 在地茶点爱玉咖啡已自排开 民众强先一堵风采赞叹连连 然后来嘉宾不是每天来 所以不知道真正的体验应该做这个方式 内经15年重建之路阿里山林铁 今年7月迎来全线通车 林铁处和旅游业者规划 艺文美学观光列车福森号 有移动美术馆之称 停留秘境多灵站打造森林餐桌体验 主打精致服务 更首创台湾火车上的数位画框 播放阿里山美景及画家 陈陈泊作品 福森号就是因为是服务磨砂森林 全部都用红块跟台湾饼所制造 把嘉宾当时木渡跟画渡的概念 传达进来 福森号28号正式起航往后 也会参加海外旅展拓展国际市场 让各地民众透过福森号看到嘉义铁道之美 杰赛传维嘉义报导 感谢您的观看